千萬不要滑手機 嘉義市一名駕駛人開車 經過一個梯子路口 他沒有轉彎 直線衝過去飛越了安全島 衝撞兩部車 坦誠因為看手機 一時沒有注意失控肇事 車輛橫掃衝撞 貨車瞬間轉了90度 撞破自家大門 哎呦 速度很快 肇事車一時殺不住甩尾 又連續撞擊 我被我帶走 踢到他在騎人家的威脂 然後踢到你騎人的車 人在家裡的住戶 被撞擊聲嚇得奪門而出 造勢駕駛一度昏厥被叫醒 這才發現闖禍了 37歲造勢駕駛 五號晚上八點多 開車行進嘉義市自由路 由於這是一個梯子路口 原本應該右轉 他卻直衝而來 飛越安全島之後 撞了前方兩部車和民宅 車禍現場沒有遮蔽物 視野清楚駕駛 為何會橫衝直撞 原來當時正在滑手機 民宅鐵門被撞凹 計程車車尾毀損 最慘的是這部貨車 輪子都被撞歪 損失還在估計中 車主義得知造勢者沒有保險之後 擔心未來談賠償恐怕會耗時又費神 記者張俊榮嘉義報導 出版國際 Conselt 計程車 脱衝 教導 政治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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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